MING PAO TORONTO 根据目前发现,已经可以确定,老黑河遗址是日韦时期日本侵略者为掠夺我国长白山地区林木资源所建的建筑群,将这个遗址的考古成果向公众展示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另外,作为密林深处的遗迹,老黑河遗址保存较为完整,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所以考古队在公众考古方面下足了功夫。 老黑河遗址展览展示的初步策划,就是今天的工作任务。 从今天咱们到老黑河遗址去,然后把那个博物馆的人拉上去之后,让他们给咱设计一下的这个参观的路线,以及这个讲解的顺序。 从长白山管委会池南区政府所在地曼江镇出发,驱车40分钟左右,就来到了老黑河遗址核心区域的考古驻地。 在之前的节目中出现过的方舱车木工棚映入眼帘,未来的参观者们必定是要从这里出发,去探索这片秘境遗存。 大伙穿戴上防虫装备,一边走向散落着的遗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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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岁年 Wij hailIL dots punkt G нашем更止化 言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零 Ser Quasita 衝 fam 因為山上比較分散 我們在走的過程當中 就是覺得很難辨認 我覺得對我們來說就很難辨認 對觀眾來說就是更難辨認 所以你首先還是要對遺址做清理 他們還有去清理 六百平房 我覺得把房清理一下也是夠 對 但是你呢 應該先理解這個事 草木丛生讓遺跡難以辨認 遺跡分散導致的講解難題 這種情況下 要怎樣設計參觀路線 才能讓參觀者一目瞭然 對於考古隊來說是個難題 咱們現在看著這個黑色的 老黑河遺址作為工業聚落制 遺址核心面積已經達到了15萬平方米 延伸範圍更是幾乎覆蓋了整個 長白山管委會池南區 圍牆 院落 居住址 倉儲庫 鐵路 石榴廠等等 遺跡種類豐富 保存相對完整 便於展示 五月份以來 考古隊接連的新發現 陸續補充進來 也讓這篇遺跡的故事日漸豐富 這個就是當時新發現的一個地印的 這個山坡上正好學出一個 這個小房卧子 從那塊兒又稍微氣起來一點 累出一個小牆 這會兒通一個門 而我腳底下應該也是個門 通到這邊這個地印的 這兩個屬於套間 這是一個月之前發現的 然後發現這個採水廠 整個山端面開始去石 現在還能看著剩下的 沒用了的石料還在這堆 整個一個堆 一堆都是石堆 就是一個採水廠 用於鋪設鐵路的一個路基 我們拍的照片主要是想要確定 它是移植到哪一個部分 以及就是說我們以後 在寫講點詞 或者是做這個路線規劃的時候 重點展示哪一個方面 做完了 有四個 反正我發現每個人吃都有 別別別別別 這兒呢 走邊又找一個 又找一個 走了一圈下山 考古隊員們照例仔細 檢查著身上的皮蟲 隨後大夥便不由自主地 向一張小桌子靠攏 一大盆排骨燉豆角 一大盆明太魚豆腐湯 配上小蔥乾豆腐和金黃的雞蛋醬 一桌子的東北味 被一一俘負獲 謝謝 謝謝 謝謝謝謝謝謝 老老去拿我飯炒 我等死了再拿 多少 沒完了 吃吧 人間美味 燉燉好香呀 這塊飯菜時間長不吃香 吃一聲 美食填飽肚子讓人心情愉悅 可老黑河移植考古隊的負責人孟慶旭 卻開始若有所思起來 今天的實地塌茶 確實遇到了難題 最頭疼的就是這曼山的雜草 基本就把一劑全部覆蓋住了 非常不利於展示 然後整個這個山區呢 所以長白山保護區的一路 我們還不能大規模地上這個出草劑等這些化學設施 如果有可能呢就是全部得就是上人工 一點點把它剪除出去 然後這種草你還不能大規模地去拔一下 這個草本身的遺址地層挖層非常薄 如果你把它的草拔了帶出的土 慢慢地就把這遺跡都給帶沒了 從老黑河遺址回到漫江鎮 負責設計展覽的丁文博和流派 也都顯得憂心忡忡 畢竟這一天走下來所遇到的問題 他們需要逐一面對解決 遺址旁邊應該是設立一個標示牌 標示牌上應該是有這個遺址的結構 包括裏面的灶台康的這樣的一個布局 然後呢最好是在此基礎上做一個復原圖 讓大家對這個遺址的原貌可能有一個認識 我剛才這個想法我覺得挺好 就是設計一個小的森林鐵路 對 光光鐵路 不在原鐵路是在鐵路邊 復原一個路線 可以想像當時運木材的這樣一個情形 當時日尾是怎麼把這個長白山的這個木材 從老會合這個地方運出去 對 而且我覺得對於一般觀眾來說 他們從從開始走到這兒已經挺累了 要是有一個觀光小火車 對 可以去印木材的小火車 同時可以印人 要從這走回去沿著這個河邊 風景也很好 四路逐漸打開 作為記錄者的我也心情放鬆起來 也許未來的一個半情的上午 我會坐在復原的森林小火車上 從樹林間穿過 看著路邊充滿著故事的歷史遺跡 伴隨著蔣簡員口中的故事 讓歷史生長在我們的生活中 開堆 風景也好 感谢观看